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们现在复习一下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如果点P的坐标是S0Y0 直线L的方程式是AX加BY加C等于0 那么点P到直线L的距离就是A平再加上B平 开根号分之AX0加BY0加C然后绝对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分母根号里面的话 是不是A平加B平 其实就是直线L的S相跟Y相 前面的细数分别是A跟B 然后各自取平方之后出来 然后做相加 然后再开根号 所以分母是A平加B平 然后开根号 分子的绝对值里面的话 其实就是将点P的坐标 带入直线L的方程式哦 但接下来就是AX0加BY0加C 那为什么要加绝对值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距离不会是负的 所以我加了绝对值之后 保证出来的结果就不会是负的哦 有以上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回去看题目 目前直线L的方程式是5分之X加上-12分之Y会等于1 我希望它变成直线的一般式 所以我在等号的左右两边共同乘上60 乘上60得到的结果是12X减掉5Y会等于60 然后我们看一下刚才复习的直线L的方程式是AX加BY加C等于0 等号的右边会等于0 那我目前是等于60 所以我在等号的左右两边共同减掉60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直线的方程式是12X减掉5Y减掉60会等于0 接下来的话我就藉由点到直线的距离公式 我可以得到的是分母放置S项跟Y项前面的系数 各自平方取出来之后就相加然后再开根号 所以根号12平方加上-5刮乎的平方会放到分母 分子绝对值里面放的是点P的坐标带入直线L的方程式 但进来之后是12乘上10减掉5乘上刮乎的-1减掉60 分母的话根号里面是144再加上25 出来的结果是根号169 根号169是13 分子绝对值里面的话是120再加上5减掉60会是65 所以分母是13分子是65 所以最后我就可以知道点P到直线L的距离 就是13分之65就会是5 分子绝对线L的距离 分子绝对线L的距离 分子绝对线L的距离